運用Vlookup來比對發票 那我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是一個真實的答案 是以前一個學員問我的 我們在買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會換發票 為什麼 不好意思這我買錯了要換掉 或者什麼 忘了打同邊我們要退 OK嗎 種種原因反正會有些發票後來是報廢的 那這裡的全部發票 全部打出來發票 可是裡面有報廢的 後來可能客戶 客戶退貨要把發票拿回來 所以那張發票報廢 那你看一下 B這個欄位是全部所有發票 幾張 1504張 因為扣到第一列 對不對 那實際給客戶是走到這裡 這是 多少 1493張 那編號是A1494 好 我簡單的說 來 請問這張發票在這裡有沒有 請問這張發票在 應該說請問這張發票在這裡有沒有 請問這張發票在這裡有沒有 這張 那因為一開始比對兩邊一樣 很好對 用眼鏡就可以看了 所以以前他用手工的方法 人工手工方法 就一別人這樣對 來放一下網頁 這樣看 你這樣看其實也蠻不舒服的 為什麼 光的數字 這叫1000多張 小姐 這不是100張 也不是10張 找到了 來來來 我故意標個什麼 綠色看一下 777879 79在7778 80 所以沒有這張 這張簡單說就是報廢 那第一張很好找 因為兩邊對稱 你聽了嗎 找第二張還好 從這裡開始 就有點累 8181 要這樣交錯的看 82828383 如果比對到下面來 這就刺激了 我們比對下面來 請問69在這裡有沒有 那你上去呢 喔這裡有 再下來 69下來 70 70這裡有沒有 再來 71這裡有沒有71 你看懂我在做什麼嗎 光這樣拉後來 眼睛會花到不行 第一張很好比 簡單嘛 兩邊一樣對稱啊 你比到後面去 這件事情看了會讓你 覺得噁心真的 這事情就非常非常累 那怎麼辦呢 你就可以用Viru 去做比對 我們剛剛交過你了 我剛剛交過你了 請問這一張發票在這裡 有沒有 請問第二張發票在這裡有沒有 這裡一直換一直換喔 就相對位置 這裡位置固定喔 叫 絕對位置 如果你會Vlookup 一下就搞定了 來我讓各位先試看看